第771章转赠 这种速度已经超越了她的想象 甚至超越了她眼睛的承受能力 眼前的一切景物都变得扭曲 变得不真实起来 好像是一片幻影 纷纷从视野里消失 宁针针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看远处 别看近处 介于豪忙抬眼 不再看眼前的树林与地面 而是抬头看向悠悠白云 碧蓝的天空 白云悠悠 好像在俯瞰着世间的一切 悠哉悠哉欣赏着世人的匆忙急躁路路 这种悠然姿态影响了她 她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自己好像一直在急急忙忙 急急忙忙的修炼 急急忙忙的行事 急急忙忙的休息 一切都在求快 只为了修为更强 能在这世间站的位置更高一些 让老婆孩子过得更好一些 其实自己做得已经够好 不必那么急的 她想到这里 心忽然变得宁静下来 目光从悠悠白云拉回来 眺望远处 便没有那么强烈的冲击 而且近处的冲击也不再让她有承受不住之反 她嘴角微翘 莫姑娘这轻功 真是让人佩服 宁甄甄浅笑 不过是一点天赋而已 原本是留着保命的 现在暴露得差不多了 确实该留着做杀手锏 介云豪笑道 是我无能 拖累了你 我不能练成你这般追踪之术 您真真笑道 各有长处 谈何拖累 老谢你孩子要拜入神剑锋 难 介云豪摇头 他资质还是差一些的 想进神剑锋 需要俄好好走走关系 通一通门路 让他练剑 对 练剑 我看朵朵他并不喜欢练剑 您真真道 介云豪一正 随即失笑 莫姑娘想收小丫头 禁欲蝶宗不成 您真真道 我看他体态轻盈 动作优雅 气质浑然天成 确实是欲蝶宗的适合弟子 这 谢云豪迟疑 您真真道 我收他做弟子 如何 借云豪苦笑 您真真道 老谢你可以考虑一二 他确实是一个练飞蝶长的好材料 去练剑可惜喽 关键就是他抵触练剑 在这种事上 还是要考虑一下孩子的意见 他年纪轻轻的 懂什么 借云豪摇头 进神剑锋 这条路可是平坦大道 光明大道 一旦成为神剑锋弟子 便能扬眉吐气 即使自己这个王府克青出世 他也能奥利于世间 纯王府克青虽然看似风光 却也危险 就像这一次 差点而就没命了 自己的脑袋是挂在腰上的 谁知道什么时候出事 您真真道 他已经不小了 十二岁 已经明白自己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了 一味的勉强会让他心生抵触 即使进神剑锋也练不出名堂 在神剑锋里活得憋屈难受 借云豪皱眉 虽然我遇谍宗没神剑锋那么强势 可我遇谍宗弟子活得更逍遥自在 容我考虑一二 借云豪心动了 进入神剑锋 他要从最低等的弟子做起 一点一点往上攀爬 而败入莫幽兰门下 那便是副宗主弟子 地位自然不同 省却了无数的辛苦 不管在朝廷 还是在武林宗门 出身都是极重要的 身为副宗主的弟子 这是多少弟子都努力不到的层次 群长高手的弟子与副宗主的弟子 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 莫幽兰身怀其功 年纪轻轻便是大宗师 形势严谨又不失大胆 将来很有望成为下一任的宗主 小丫头也就水掌船高 成为宗主弟子 甚至因为是莫幽兰的头一个弟子 是首途 是大弟子 有望接任未来的宗主之位 他想到这里 心思更动 宁甄甄不再多说 专心加速 法空听到这里 副手夺几步 思索宁甄甄的用心 难道是爱惜谢云豪女儿的资质 还是别有用心 为了拉拢谢云豪 这谢云豪有什么值得拉拢的 好像就是练了追魂所破秘术 是大宗师 其他的好像并没有出奇之处 他想到这里 双眼忽然变成金黄 发动宿命通 谢云豪的种种前尘往事 开始在他眼前浮现 一幕一幕 一桩一桩 宛如高速播放的电影 待一刻钟后 法空双眼恢复如常 脸上露出思索神色 慢慢的变成笑容 这位谢云豪还真是被小瞧了 从一个小城的寻常百姓孩子 带入一个小宗门追陈宗 然后一路往上 其遇连连 最终成为追陈宗唯一的一个大宗师 进入淳王府成为客亲 令追陈宗地位大增 他在武林闯荡时 我遇一位美貌侠女 两人结成夫妇 遇有一个冰雪可爱的女儿谢朵朵 如果女儿谢朵朵能够拜入神见风 那就可谓是跨越阶层 真正站在金字塔的上面三层了 法空敢抬着摇头 果然是任何一个大宗师都不容小觑 平常武林中人 成为大宗师极为不义 任何一个能成就的 都非同小可 值得重视 他随即又思索 看来您真真是真喜欢这位谢朵朵 借云豪身为王府客亲 女儿也常跑过来找他 或者招呼回家吃好饭 或者受了委屈 被娘教训了跑过来告状 您真真见过谢朵朵几次 很喜欢他 觉得他资质极佳 堪为良土 讲到这里 法空摇摇头 您真真的身份是极为尴尬的 如果只传授欲蝶宗的武学 谢朵朵武学根基变差了很多 将来成就有限 可如果受以太阴小恋行 服用太阴果的话 恐怕会露出破绽 被人发现问题 不能小瞧任何一个人 借云豪便未必不能发现问题 借云豪也曾偷偷闯过大雪山 与大雪山珠宗交过手 与明月安的高手交过手 他未必不会发现端倪 淳王草景淳坐在小亭里 沉默不语 一个时辰后 两个灰袍中棉飘飘而来 却正是当初跟在 宁真真他们身后的两人 他们目光炯炯 不负盲人模样 王爷 两人在台阶下抱拳剑里 曹景淳招招手 两人进入小亭里 站到曹景淳跟前 将事情的经过事无趣细讲了一遍 几乎把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 两人甚至当场演练一番 曹景淳专注倾听 待他们说完 他挥挥手 两人退出去 曹景淳沉思片刻 出了淳王府进了皇宫 他大不留心来到成平原 成平原是皇帝的练武之所 周围密布进宫密位 外人不准靠近 除了一个贴身进士 其他内侍与宫女一概不准进入 甚至贵妃们都不准进入 曹景淳畅通无阻的进来 无人阻拦 成平原是一座小园林 甲山小溪与树木花草已将新调配 形成了一个比寻常世界更加动人的世界 放大了世间的美好 曹景淳正在一个甲山前的花圃里练拳 随着拳势 周围一亩左右的盛开的鲜花 随之摇曳 美不胜收 曹景淳来到甲山前 摆摆手 一旁势力的老内侍轻轻易攻身 合法童言上一片恭敬 慢慢退后 然后退出了成平原 曹景淳站到一旁 静静观赏 曹景淳又出了几拳 慢慢收拾 结果曹景淳递上来的毛巾 是了十额头 追上了吗 曹景淳露出苦笑 曹景淳道 原德神僧也去追了 他们逃不出大涌 曹景淳大概说了当时的情形 曹景淳不在意的摆摆手 在家时各也没关系 原德神僧带着大庙连丝的高手 能灭掉他们的 曹景淳将自己的应对说了 曹景淳觉得很稳妥 露出感兴趣的神色 法空神僧的御服 曹景淳从怀中取出两枚碧玉佩 递给曹景淳 曹景淳接过来 触手便有一股清凉钻进手掌 也手臂迅速钻进脑海 顿时脑筋一清 好宝贝 曹景淳不由感慨 他慢慢悠悠练拳 其实极好精神 这套永平神拳乃是练体练神之无上拳法 练完一套 精疲力竭 这良意却瞬间补足了自己精神 当真是神妙无比 皇宫密库里有不少的灵丹妙药 补充刚器最多 补充精神的甚少 但也有几样 可效果比起这碧玉佩来说 天差地别不仅补充稀少 而且还见效缓慢 哪像这碧玉配搬立竿见影 曹景淳道 这是法空大师赠给莫姑娘的 一共四枚 我厚着脸皮要了两枚 给我一枚 曹景淳笑道 曹景淳笑着点头 正有此意 此物还能克制阵眼之术 皇兄该有一枚 曹景淳摸索着这枚碧玉 曹景淳道 此物太神妙 所以陈帝怕当面求法空大师加持的话 他会有一些别的手段也加入其中 你呀 曹景淳摇头笑道 太过谨慎 此官皇兄安危 不得不慎 曹景淳笑道 有了此配 大云那些奇鬼力量应该就能挡得住了 至少比国师加持的宝物馆用得多 大云 曹景淳避而不提国师 摇摇头 大云的旁门左道数不胜数 现在看 他们确实奇才云集 我们远远不如 也许不那么压制武林宗门才对 曹景淳沉吟不语 大云的武林凡胜 这一点是没办法否认的 那些奇鬼力量平时不被人注视 却能屡见其功 至少这两次 如果没法空大师相助 自己与皇兄都凶多吉少 一命呜呼 可让他改变大勇的局面 放松对武林宗门的管制与压制 他却不愿意 因为他太清楚武林宗门强盛的代价是什么 他不想因为武林宗门而让普通百姓遭殃 第772章 他当初闯荡武林地时候 见过太多无辜百姓被杀 练武之人 便如利刃在手 杀心自弃 一旦对他们稍有放松 他们的侥幸心思便加重 然后便会肆无忌惮地杀普通人 那种生杀与夺的快感太罪人 练武之人往往争强好胜 血气更足 受不得屈辱 不管是内心还是外界都看不起退让之人 所以两个武林高手太容易起冲突打起来 一旦打起来 周围的无辜百姓动辄身亡 这种惨剧他见过太多 所以自从成为纯王以来 便加强对武林宗门的管束与压制 给普通百姓更多的安全 现在看来 效果极显著 当然这也是有代价的 代价就是大勇武林被削弱 实力不如从前 还有的代价就是跟国师的妥协 压制武林宗门 他需要借助大妙联寺 需要借助国师本音大师的威望 扶持佛法 令佛法更昌盛 令佛法深入人心 从而增加平和之气 消弭几分利气 同时 扶持佛法也令大妙联寺一家独大 从而压制武林各宗 令他们气弱顺从 这其中的官窍是一环扣一环 环环相扣 不容出拆错 所以他与国师本音大师 既斗争也合作 并不会撕破脸皮 只是压制彼此在朝廷的影响 他们便如曹景元的左膀与右臂 缺了哪一个都不行 同时又要调节他们之间的平衡 不能哪一家独大 曹景元笑道 放心吧 现在我想改也晚了 大事已成 不可能像大云那般的 皇兄这般想最好不过 大云的百姓日子可不好过 宗门林立 万神之都 可都不是什么好事 曹景纯摇头道 一旦大云内部有事 必将如火星扔到爆竹堆里 把大云炸得粉身碎骨 那个火星是什么 大云皇帝 曹景纯缓缓道 双眼抑郁 审声道 只要刺杀了大云皇帝 大云必然陷入混乱 四分五裂 曹景纯把毛巾扔到一旁 揉揉眉头 曹景纯道 皇兄 有办法的吧 曹景纯脸色阴晴不定 想了一会儿 又将玉佩贴到额头 陷入了苦思之中 曹景纯更加殷切地盯着他看 曹景纯叹一口气 抬头看看天空 湛蓝的天空几朵白云悠悠 与他的心情截然相反 他在反复权衡 曹景纯道 皇兄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大云皇帝已经派人刺杀皇兄你了 已经彻底翻脸 曹景纯摇头道 想要杀死他 得付出一定代价 我要好好想清楚 法空副手站在藏金阁前的莲花池上 听到这话 极为好奇 这曹景纯显然是有把握杀死 大云皇帝狐猎猎的 到底什么手段 能有十足把握杀死狐猎猎猎猎 曹景纯不再说话 只是盯着曹景纯看 曹景纯最终欲一口气 摇摇头 不成 皇兄还等什么 曹景纯道 杀了大云皇帝 大云必然四分五裂 到时候额闷与大钱趁虚而入 便能将大云分拆成两部分 那个时候 我们有把握压住大钱 曹景纯道 曹景纯缓缓点头 曹景纯摇头 可万一刺杀未成呢 那大云所有的力量 恐怕都要集中于我们身上 先灭掉我们 大钱绝不会袖手 就怕他们即使帮忙 也鞭长莫及 曹景纯道 来却来晚了一步 我们已经被大云灭得差不多了 他们于是只能跟大云合作 再踩我们一脚 给自己争取时间 曹景纯皱眉沉思 曹景纯叹一口气 被刺杀了 却不敢反杀回去 我也是郁闷 可是 他摇摇头 想想风险 也只能忍这一口气 皇兄 即使忍了一时 可大云皇帝恐怕不会罢休 还会继续派刺客的 这一次是猝不及防 下一次就没那么容易了 曹景纯道 我待在皇宫里不出去 不信他们的刺客 真能进皇宫 并非不可能的 曹景纯道 皇兄可知法空大师有一个侍从 影子刺客临飞扬 据说身法诡异 无孔不入 一点没有夸张 他便能无声无息潜入皇宫 而不被人发现 大前有这般奇人 大云能没有 那是非刺杀大云皇帝不可了 曹景纯皱眉 曹景纯叹道 他是绝不会罢休的 嗯 曹景纯想了想 最终道 那就让国师进攻震守吧 只能如此了 曹景纯无可奈何的点头 终究还是不能说动皇兄下定决心 皇兄什么都好 开明或达 可就是有优柔寡断的问题 当断不断 很不下心 这种关键时候的像赌徒 而不能像议者 平时可以如意者一般算计来算计去 可这种时候 算计已经不管用了 要有孤注一掷的好赌之气 否则永远不可能胜过大云 按部就班的斗争 大云永远是强者 以强敌弱 大勇再怎么也逆转不了局势 法空看到这里 若有所思 大勇皇帝的杀手锏是什么 是在大云皇宫之内有密碟 随时能杀死大云皇帝呢 还是大勇有顶尖高手 能随时杀死大云皇帝 他极为好奇 忍不住想要看看 他现在形势综艺很多 想看便看 于是双眼变得金黄 目光穿过重重时间阻隔 落到曹景元身上 大勇皇宫的阻碍 对他来说已经微乎其微 目光轻轻一下便刺穿过去 他施展的是天眼通 要看看未来曹景元的命运 会不会施展这一招 依照正常推论 刺杀一次不成之后 狐猎元还会继续 最终会逼得曹景元使出杀手锏 当他认识到再不干掉狐猎元 自己就要死 既然如此 那就先干掉狐猎元的时候 就一定会下手 他很快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 片刻后 他收回目光 恢复如常 抬头看着天空 失笑摇头 一轮明月当空照 清灰便洒玉霞关 玉霞关身为大浅与大云的边城 西边是苍茫的沙漠 东边是玉玉草原 玉霞关显得格外的高耸威娥 当秋天来临 西风一起的时候 沙尘铺天盖地 这个时候的玉霞关 一切都是灰蒙蒙的 所有东西上面都蒙一层细沙 其他三个季节 南风或者东风及北风的时候 玉霞关则干净清爽 绿意盎然 玉霞关是一座军阵 居于其中的多是士兵与将领 因为是士兵阵边往往十年起算 所以往往家眷都相随 这也是边军的特色之一 家眷在 则不愁边军不拼命 大云铁骑闯进来 家眷都要遭殃没命 所以玉霞关是军属与军事混居 煞事热闹 月光之下的玉霞关 灯笼处处悬挂 亮如白昼 瞿清爽他们一行时 人进了玉霞关之后 便进入军营 除了操练 闲霞时便可以在关内游玩 也可以出玉霞关 到内陆草原上游玩 只要不耽搁点卯即可 瞿清爽他们三个 对夜晚的玉霞关很感兴趣 四处游玩 兴致盎然 朱尼正在司马军帐内 静静的读书 中围有神武府高手镇守 严密异常 牛竹江帐内照得明亮如白昼 朱尼在灯光下月发美丽 正蓬卷而读 哗哗的翻书声 逼趴的燃竹声 令大帐内显得格外幽静 他看了一混书 忍不住发呆 不由的想到了林飞扬 惆怅与思念涌动 他轻轻叹一口气 身为神武府弟子 就是这般身不由己 自己是不是要想办法退出神武府 神武府祭祀军队 又四五林宗门 所以弟子是不能退出的 一日为神武府弟子 终生是神武府弟子 但想退出 还是有办法的 如果法空大师开口 姓王爷会答应 让自己在神经内领个贤职 像法空大师那般 法空大师也是神武府的司马 却只有权力没有义务 神武府不会宣调法空大师 只是这个口却没那么容易开的 法空大师也不会轻易开口 唉 他轻轻叹一口气 忽然抬眼 顿时露出惊喜神色 轻盈飞起 落到林飞扬怀里 林飞扬已经不知不觉 站在大帐内 温虾软欲入怀 林飞扬感觉一切都满足了 恨不得时间长住于此刻 半晌过后 林飞扬柔声问道 怎么样 可还顺利 他们都被封了穴道 什么也听不到 不太顺 朱尼趴在他胸口 轻轻摇头 嗯 在来的路上 杀了副守备的公子 朱尼惊声道 可这位副守备 应该算是王爷一方的 副守备 也叫副镇守 朱尼道 在玉霞关里排序第三 守备 参江 副守备 林飞扬皱眉 杀了他们的公子 那家伙思绪麻匪 杀人无数 罪该万死 朱尼轻声道 可是他是副守备的公子 所以 只能再扳倒副守备 可副守备他是 我去找一些证据 直接呈给信王爷便是 林飞扬道 信王爷眼里揉不得杀子 绝不会纵容 躲在暗处盯住对方 寻找其做坏事的证据 这是小菜一碟 毫无挑战 这位副守备的官生是极好的 朱尼轻轻摇头 他也想过这么做 可惜 这副守备的公子是混蛋 他却是个好官 是挺麻烦的 林飞扬皱眉 朱尼摇头道 守备 参江 副守备 三方之中 只有副守备是王爷一方的 守备与参江都不是王爷的人 林飞扬眉头皱得更紧 朱尼轻叹一口气 林飞扬道 不管怎样 杀了是对的 那种最该万死的家伙就该杀 朱尼勉强笑笑 第773章龙音 林飞扬轻拍他肩膀 既然做了就别后悔 这个副守备 我会查一查地 实在不行让住持帮忙查一查 他即使真是个好官 也不能留了 扳倒了再说 朱尼轻轻点头 事事就是这般无奈 原本以为纵容自己儿子做这种卧冠满盈之事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进来玉霞官一看 才发现他竟然是一个好官 周姑娘能读人心 难道没看出什么 他身上有宝物 挡住了会心通明 小小的一个副守备 还有这般宝物 林飞扬哼道 不简单那 可能是他的公子孝敬的吧 这帮麻匪可是劫略无数 朱尼道 这便是了 林飞扬道 他虽然没杀人 可他儿子杀人 他得到了杀人所得的好处 朱尼沉默片刻 轻轻道 小心一些 我觉得这个副守备不简单 林飞扬郑重点头 嗯 我不会大意 左卫静默者黑静朱者赤 他跟法空久了 自然也学会了谨慎 绝不会看清任何一个人 这副守备竟然有防御关心的宝物 那便意味着不凡 不能以常人视之 两人又拥了一刻钟 林飞扬听到有动静 轻轻推开他 我先去盯着那家伙 小心 朱尼旅一下 并边垂下的绣发 羞红着脸 娇艳欲滴 林飞扬行动 忍不住想再拉他入怀 但徐青罗的声音已经响起 林叔 是你吧 林飞扬哼一声 不舍得看一眼朱尼 一闪消失 大仗被撩开 徐青罗三人进来 徐青罗左右扫视一眼 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朱尼被他看得脸更红 忙到 这么早就回来了 已经完遍了 没意思 徐青罗名谋 群寻四周 漫不经心的回答 林叔也真有意思 朱尼称瞪他 徐青罗收回目光 嘻嘻笑道 他跑什么呀 来了就只见朱姐姐你一个人 根本不想见我们 真绝情 真狠心 秋再胡说了 朱尼红着脸撑道 周语笑扯一下徐青罗罗秀 再说下去 朱尼要恼羞成怒了 徐青罗收脸笑容 正说道 朱姐姐 我们去打听过了 这位副手辈确实观声极好 左右逢源 上下接赞 还真是厉害 朱尼醋眉 嗯 暂且这样罢 徐青罗名谋在他脸上转了转 若有所思 朱尼被他这么一看 莫名的心虚 秀脸再次涌上陀红 宛如醉酒的美人 周语道 林叔要盯着他 朱尼清汉首周扬露出笑容道 幸好林叔来了 有他帮忙盯着 肯定漏破绽的 不能找师伯帮忙 师伯也不帮 有林叔帮忙也是极好的 有没有破绽 都要扳倒他的 徐青罗亨道 子不教 父之过 谁让他有那么一个 罪甘万死的儿子 三人皆点头 他们是赞同这个观点的 这个世界 这个观念也是深入人心 儿子犯了错 身为老子肯定是有责任的 尤其是这种恶毒之事 更是如此 宁珍珍带着谢云豪很快追上了14个黑袍老者 14人分成三排 446 宛如14具骷髅裹着黑袍 林寻骨头的形状在黑袍上清晰可见 宁珍珍远远掉着 距离300米左右 没有靠近 他们靠得近了还得用秘书逃命 300米左右恰到好处 近了危险 远了没必要 14黑袍老者最终停在一片青竹林 扭头扫一眼 他们两个 没有理会 莫姑娘 你说他们一把年纪了 还是大宗师 应该贪生怕死才对 怎敢来此 可能大云的赏赐足够丰厚吧 有什么样的赏赐 竟然能让他们14个大宗师来送死 估计是对玄梦宗有莫大好处的 您真真轻轻摇头 一般的好处可不会让他们坦然赴死 用14个行将就墓的老头子 换来宗门的崛起 确实是一桩好买卖 这么说 他们是为了玄梦宗 应当是如此 倒有点佩服了 介于毫不由的想到自己 如果自己的死换来女儿的崛起 自己会不会答应 恐怕要好好想一想的 除非到了生死关头 在女儿与自己之间必须选一个 才能替女儿死 要不然 只是为了她的前途 不会舍命 您真真道 老谢 不管他们为了什么 不管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们是要杀我们的人 哎 是啊 介于好感慨 您真真贴一眼他 两人正站在一座竹林的梢上 竹林随风起伏如碧浪 一阵风吹来 速速响声无处不在 他们随着青竹而起伏 您真真一席青山 阿罗曼庙的身段随着青竹起伏 青山飘飘 赏心悦目 介于毫对此视而不见 不好意思的笑笑 我就这样 多愁善感 不合时宜的多愁善感 您真真道 这说明老谢你生性纯良 呵呵 谢云豪自私一笑 如今这世道 纯良可不是什么值得赞赏的 武功强才是根本 自己的武功不够强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追踪术为一绝 恐怕进不了纯王府做客亲的 您真真精神一阵 来了 谢云豪顺势看去 发现远处飘来九朵黄云 九颗光头在阳光下赠量反光 却是九个和尚 身穿明皇僧袍 飘飘荡荡 冉冉如云 他们动作徐徐 轻弓飘逸 飞略之际 飘逸出尘 与寻常的轻弓给人感觉不同 一般轻弓给人的感觉是快 而他们的轻弓感觉是飘逸 宛如正在随风冉冉飘起 人们看着会生出一种莫名的错觉 他们好像从不下落下坠 一直在冉冉往前往上挑 当头的和尚 修长儿俊朗 见眉心目 鼻梁高挺 单纯玉面 当真是罕有的美男子 光头丝毫不损他的俊朗 反而头顶的增量更增几分俊朗与出尘之气 正是大勇鼎鼎大名的原德神僧 原德神僧远远披一眼 您珍珍与谢云豪和十一里 身体朝着十四个黑袍老者掠去 十四个黑袍老者正停在一片清零内 看到他们出现 纷纷起身 现在身旷里的双眼泵射悠悠光芒 阿弥陀佛 原德神僧高宣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 令八个中年和尚同时宣佛号 原德神僧的佛号平和 令八道佛号高亢 凝聚到一起 形成奇异的振动 谢云豪发现自己身体在颤动 每一片肌肉都在颤动 好像要脱离自己骨头 他脸色大变 看向宁珍珍 宁珍珍神情自若 毫无异状 他从罗秀抛出一枚碧玉佩 先前回到纯王府的时候 他们已经万分不舍地交还给宁珍珍碧玉佩 尽管极度不舍 恨不得占为己有 可有救命之恩 他们没办法厚着脸皮讨要 最终眼睁睁看着纯王爷要走了两枚 借云豪盲接住碧玉佩 顿时清凉气息钻进掌心 沿着手臂到了脑海 身体的颤抖与脱离感荡然无存 他按书一口气 嘴极凛然 轻声道 这是什么奇功 您真真轻声道 应该是伏魔龙音 果然不愧是鼎鼎大名的原德神僧 不愧是大妙莲寺 这一记伏魔龙音有些发至人之笑 冷不丁这么一下 对方也就差不多崩溃了 再看十四个黑袍老者 黑袍烈烈鼓荡 宛如立于狂风中 骷髅般脸庞咬紧牙关 阿弥陀佛 原德神僧再次和时 声音越发低沉 仿佛从远古传来的低吼 您真真与谢云好 即使隔着甚远 即使有清新皱缭绕 还是感觉到耳膜被重重扣机 轰猛龙如惊雷在耳边滚滚而响 阿弥陀佛 八个中年和尚同时低喝 高亢如从九天传来之音 两道声音相合 砰砰砰砰砰 十四个黑袍老者纷纷飞出去 在空中喷出雪剑 重重摔进了竹林之中 借云好看的目瞪口呆 没想到原德神僧他们如此之猛 兵不血刃 宁真真宁神观桥 他神色素然 并没有开心神色 因为发现原德神僧神色并没有放松 反而更名重 他在看到在竹林里的十四个黑袍老者 他们喷出一道雪剑之后 并无虚弱感 反而双眼炯炯 越发明亮两分 原德神僧双掌合时 朝宁真真他们一礼 宁真真摇摇牙 身形闪了三闪 清盈已经跨过三百多米 落到十四个黑袍老者身边 出掌偏偏 如玉蝶飞舞 清盈击飞两个黑袍老者 随即又闪 又击飞两个 阿弥陀佛 原德神僧再次宣一声佛号 这一声佛号越发低沉浑后 仿佛天地皆响 阿弥陀佛 高亢积月的佛号跟着响起 与他的佛号相合 冲涩天地之间 您真真身形变得轻盈 变得迷幻 变得忧缓 双掌已然轻轻松松拍飞了六人 眨眼兼指 剩下四个黑袍老者没终掌 四个黑袍老者见状转身变走 却被您真真追上 阿弥陀佛 原德神僧与其余八僧的声音同时响起 震得四个黑袍老者致了致 随即他们被您真真击飞了出去 您真真输得闪了闪 回到了谢云豪身边 原德神僧飘飘来到您真真跟前 其余八僧则去收拾倒地不起的黑袍老者们 多谢莫施主 原德神僧何时 郑重道谢 您真真淡淡微笑 小女子只是锦上添花 原德大师辛苦了 原德神僧沉静地摇头 连有莫施主 恐怕要多费一番手脚 大庙连寺的福摩龙音专门克制这种精神艺术 可这十四黑袍老者修为太深 仅凭福摩龙音拿不下 一旦厮杀 那就难说胜负了 即使能胜 也会付出代价 第774章暴露 所以原德神僧对您真真很感激 也惊叹于您真真身法高绝 长法玄妙 他知道御蝶宗 只是不知道御蝶宗第五功如此之强 谢云豪抱全孝道 原德大师 不知大师几位刚才用的是何其功 第四的福摩龙音 果然神妙 谢云豪一脸赞叹 亏得有如此其功 才能压得住他们 阵眼之术太可怕 王府的客亲 谢云豪 谢先生 您真真介绍 他暗自摇头 这是谢云豪的立身手段 摆着机会就结交高手 有机会说好话就说好话 摆着夸奖的机会就猛夸 原德神松微笑何时 谢施主过奖 谢云豪摇头 一点不过讲 我这是真情实义的大实话 他们有多厉害 我们是清清楚楚 所以才越发惊叹 福摩龙音的玄妙 伟实神妙 您真真倾壳一声 原德大师 你们如何处置他们 带回去献于皇上 那我们便先行一步了 莫师主不如随我们一起吧 原德神松微笑道 一起回去也好有个照应 免得他们还有接应之人 就是就是 谢云豪盲点头 莫姑娘 原德大师思虑周全 确实不得不防 他摇头感慨道 不瞒原德大师 上一次我们追杀他们 差点而要得手 结果忽然跑出十个接应的 差点而反杀了我们 太险了 您真真白他一眼 谢云豪给他一个眼色 原德神松微笑看向您真真 阳光之下 他的笑容仿佛在放光芒 那便叨扰大师了 您真真奄然一笑 他心下警惕 原德和尚非要跟自己一起走 莫不是起了什么怀疑不成 自己只是展露出惊人的身法 还有玄威精妙的飞蝶掌 并未显露其他武学 应该没露出破绽才对 自己不能施展会心通明 免得被原德和尚 看出一样来 通过他的细微表情 不像是看出破绽了 八个中年和尚提着十二个黑袍老者 谢云豪主动帮忙 一手拎一个 与八个中年和尚并肩而行 不断地攀谈着 打听他们的法号 然后询问他们的经历 八个中年和尚原本不苟言笑 沉默寡言 可被他几句话便破了弓 开始与他说起来 您真真暗自点头 借云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极具亲和力 让人不由自主地卸下心房 原德神僧与您真真并肩而行 赞叹他的轻功 当时含有 万没想到玉蝶宗还有如此轻功 您真真笑道 大师 我这轻功好 是因为有奇遇 必死的轻功可没这般绝妙 不知是何奇遇 原德神僧好奇地问 您真真摇头轻笑 原德神僧何时微笑 是小僧梦浪了 您真真道 不能说 大师见谅 涉及到其他的隐秘 大师才是真正的让人敬佩 大庙连寺的奇功无数 随意拿出一种便胜过必踪武功 原德神僧微笑 第四最玄妙的是佛法 武功反而是小成 自度之血 大庙连寺的佛法确实是精微奥妙 您真真摇头 可惜我是一俗人 与佛无缘 难解其中高妙 原德神僧道 时得佛法滋味 那需要经历世间沧桑 常得世间愁苦滋味 痛苦不堪 一生无波无拦则 很难结缘佛法 不识佛法滋味 也未尝不适姓氏 大师高见 您真真一边走一边跟他闲扯 他身为明月安弟子 怎能不识佛法 论佛法之精深 自然远不如法空 可平时晚上闲聊时 聊完了闲事杂事 也会论一论佛法 他也会与法空变一变佛经 但他一句不想跟原德和尚聊佛法 免得露出破绽 懂佛法与不懂佛法的人 几句话就看得出 尤其原德和尚佛法精深 甚至一两句就能变得出 他壮思悠闲 漫不经心 心闲却一直紧绷着 时刻提防着原德沈僧 驾在此时 他耳边传来法空的声音 师妹 原德没看出什么来 您真真顿时心一放 法空出现在旁边 让他瞬间感觉到安稳与踏实 脸上笑容一下变得格外的放松与柔和 被原德沈僧感觉到了 微笑道 莫姑娘可是有心事 没有 您真真一边跟原德沈僧说话 一边在心里跟法空说话 一心二用毫无阻碍 法空在他脑海里说道 怕露出破绽的话 那就反手为攻 主动出击 您真真奄然一笑 摇头道 小女子只是好奇 大师身为国师之徒 想必知道国师的修为 原德神僧道 师父修为如冤似海 小僧看不清 您真真道 那这一次大云刺杀皇上 难道国师提前没有预感到 原德神僧笑了笑 小僧不知 您真真歪头看看他 轻笑一声道 想必国师看出皇上有惊无险 所以没有多嘴 他摇头叹道 也是我多事 即使不出手 也有国师呢 原德神僧觉得他忽然变得刁钻起来 虽然戏声戏气 语中之意却足够尖锐 师父到底知不知道皇上会遇刺 恐怕是不知道的 师父虽然直觉惊人 有屈及避凶之灵觉 可那是针对自身 对皇上则不管用 师父并没有天眼通 天下间有神通在身的 也只有法空神僧了 其他人 修为在身 佛法在经 都没有神通 想到这里 他莫名的紧张 想到了当初在金川城的情形 法空一人 便令金川城沸腾 整个金川城皆成法空的信众 还好这只是在金川城一城 还好法空在天津没这么做 在别的城市没这么做 否则 他恐怕很快就能取大妙连思而代之 取代师父在大勇百姓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成为第一神僧 这是不可接受的 他想到这里 双眼隐隐流转冷忙 您真真道 大师可是想到了什么 脚僧在想 皇上会如何反击这一次的刺杀 大师觉得皇上会如何反击 脚僧不敢妄言 脚女子倒是觉得 皇上一定会派高手刺杀大云皇帝 会派谁去 原得大师你 阿弥陀佛 原得神僧摇头宣一声佛号 师父也不会让自己冒这个险 大云无异于龙盘虎穴 其人意识太多来的其人意识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太多的其人意识没来 您真真随即又问了一些问题 是关于国师的表现出对国师的强烈好奇 原得神僧被他问得颇为狼狈 您真真速度越来越快 逼得原得神僧也加快速度 渐渐与谢云豪他们远离 您真真摇摇头 大师我先走一步了 我们天经见 他说罢再次加速 原得神僧也跟着加速 但几次呼吸之后 您真真已然不见了踪影 从他的视野彻底消失 原得神僧只能放缓 等候谢云豪他们 对您真真的速度有了更充分的认知 法空忽然出现在您真真身边 与他并肩而行 金山飘飘 紫金袈裟烈烈 师兄 他真没看出我的破绽吧 您真真由不放心 那为何要跟着我 好奇你轻功之妙 猜到我服了天云果 不会 法空笑道 师妹 你这是自己吓自己 我现在越发觉得如履薄冰 您真真摸摸自己脸庞 轻叹道 尤其这两天 感觉不太好 总觉得自己会忍不住路出破绽 藏不住了 法空沉吟着 点点头 暴露的风险确实越来越大 不然就直接假死脱身吧 乍看上云 像是您真真感受的压力太大 到了一个极限 快要承受不住了 其实是您真真对凶险的一个预知 这是他会心通明练到极深处的妙用 类似于神而明知 可以潜知 不过他只是潜藏的妙用 自己并不清楚 假死脱身 您真真醋眉沉吟 如果假死脱身 那先前的所有付出都化为流水 白辛苦一场 可是不脱身 就怕自己露出破绽 被识破之后 也是一样付诸东流 他想到这里 摇头道 还是称一称吧 实在不成就跑 逃是逃得掉的 法空轻轻点头 平师为你的轻功 逃得掉 您真真道 师兄也看出我会露出破绽 法空点头 您真真歪头看他 那 法空笑道 我知道师妹你的心思 您真真是不希望凡事都被提醒 该经历的想经历一番 能不麻烦自己就不麻烦自己 不想处处依靠天眼通 能不用天眼通就不用天眼通 您真真笑道 是原德大师发现的破绽 法空摇头 您真真道 那是谁 国师 法空道 国师不愧是国师 看破了师妹你的跟脚 为何 您真真猝眉 法空道 可能是因为他对明月安武学的熟悉吧 你身上太阴小恋型的气息是抹不掉的 国师竟然如此熟悉明月安 法空点头 这其中不知道有何内情 国师本应对太阴小恋行径如此熟悉 即使您真真身有玉符遮掩 还是被他发现一丝异样 凭着这一丝异样 他便发现了您真真有问题 在他看到的未来之中 您真真从龙脱身 没人追得上 安然返回了大雪山 当然 他这一次的任务也就结束 尾时可惜 第775章九音 别说您真真 法空自己也觉得可惜 他走到今天这一步尾时不易 经历了诸多辛苦 付出了这么多地精力与时间 突然暴露 只能仓促逃命 这是一种很难接受的郁闷滋味 他为此郁郁了几天 国师 您真真簇眉沉吟 身在大勇 对国师之名当真如雷贯耳 即使自己不想听 国师的名号也不停地灌入耳中 不时有人说起 一脸虔诚 自己因为在师兄身边待过 见识过师兄的神通 所以对国师并不以为然 国师在厉害也没有神通 而且师兄不仅仅神通广大 智慧也惊人 智诸在握 绝非国师能及 现在看来 还是小瞧了这位国师 这位国师能得大勇如此尊崇 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绝非孤名掉欲之辈 法空道 你想趁机脱离呢 还是继续潜伏下去 您真真面露迟疑 轻声道 师兄 我有点舍不得 不想走 法空眉头挑了挑 有了感情 您真真轻轻点头 玉蝶宗确实极好 玉蝶宗的弟子们友善亲近 而且我如今的地位也高 将来未必不能成为宗主 自己当初没这个想法 从没这么想过 是师兄提起来 才激起了自己的雄心 如果真成了玉蝶宗的宗主 那确实美妙 法空摇头 如果有了感情的话 额劝你现在便放弃吧 别想着做玉蝶宗的宗主了 您真真促眉 法空道 你现在只是副宗主 感情变这么深了 如果做了宗主 他摇摇头道 成了宗主 你会更舍不得伤害玉蝶宗 不舍得伤害玉蝶宗每一个弟子 您真真忍不住点头 法空道 这样你会更痛苦 您真真叹一口气 他已然不知不觉化为原本模样 绝美的脸庞 精致绝伦 没有一点瑕疵 他明眸闪烁 宛如钻石在灯光下旋转 又如清澈的湖水在阳光下波动 法空道 与其如此痛苦 不如当断则断 直接假死脱身 去往别处 哪一处 大云 大云 您真真沉吟 他轻轻点头 如果去大云 确实更好 大前的大敌不是大勇 而是大云 当然 身在大勇也不是没有价值 至少能弄清楚大勇会不会叛变联盟 可是比起这个 大云的情报更重要 法空道 或者你还有一个办法脱身 您真真的明眸盯着他 法空道 你已莫悠然之身 潜伏进大云 这样的话 能得到两方面的支持 这一招 您真真明眸闪烁加快 意义放光 法空微笑道 不过这一招也有风险 因为总有聪明之人 有可能会忽然想到 你既然能扮成别人 那能不能扮成莫悠懒 您真真醋眉 眸眸闪烁变缓 轻轻点头 他抬眼看向天空 天空澄澈 阳光明媚 阳光照进他眼眸 他眼眸的焦距似乎已经脱离了当下 变得遥远 法空静静站在一旁不再多说 遥看四方 微风轻浮 两人并站在一座山巅 紫金袈裟与阿挪的青山随风飘荡 他遍发如云似雾 脸旁流转着银白光泽 宛如一块羊枝白玉雕刻而成 玉 您真真悠悠吐出一口气 气息在口鼻前您而不散形成一道一丈长体恋 法空看向他 师兄 我决定 还是留下 您真真名谋意义 我不想半途而废 嗯 也行 法空无可无不可 他从不会干涉别人的选择与决定 甚至对弟子徐青罗也一样 只会指明将发生什么 却不会指点他们该怎么做 会让他们自己选择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的 自己能做的是辅助而不是替他们决定 您真真道 如果成了宗主 将来真的痛苦不堪 那时候再走不迟 法空露出笑容 您真真也笑道 我还是想做宗主 法空汉手 既然如此 那就要想办法应对国师那一关了 师兄你有主意吧 您真真嫣然笑道 法空笑道 你觉得有什么主意 只能想办法瞒过国师 不可能逼而不见国师的 您真真摇头 那只能在玉符上想办法 师兄还能让玉符收敛气息更厉害吗 法空摇头 这样 您真真沉吟 自己还有什么办法能抹去明月安的气息 总不能废掉原本修为吧 法空道 那只能用鱼木混珠之法 有一门九音选掌 你可曾听过 您真真想了想 摇摇头 法空道 是大云的一门奇功 练了之后 会有太阴小练形的气息 您真真亚然 法空微笑 在国师跟前 你可以施展这九音选掌 应该能掩盖太阴小练形 这个办法好 您真真笑道 法空双眼忽然变得深邃 片刻后恢复原状 轻轻点头 可以 您真真嫣然笑道 多谢师兄 法空摆摆手 您真真摇头感慨 过了一关又一关 关关难过 关关过 真不知道会被挡在哪一关 一关一关的过 这也是乐趣 也就师兄这般心境 才会觉得这是乐趣 您真真摇头 我可一点不觉得有趣 法空笑道 你将来也终究是要回山门 进内安的 这些都将是难得的记忆 您真真轻轻点头 连雪失书可还好 在内安过得很宁静祥和 法空笑道 不让我多去 说我打扰了他修行 您真真笑了 连雪失书口是心扉呢 他巴不得失修你打扰 法空道 我每七天都要去一次 进入内安之后 修为确实精进极快 您乐安的心法 终究还是初始之法 您真真道 红尘练心 魔力心境 一旦练成 初始修行之后 则突飞猛进 你何时要进内安 待心灰意冷之时 您真真道 进内安需要契机 契机来了才能进 法空汉手 左手食指与中指便起 脸中他赢白眉心处 灌顶九阴选长的心法 看着您真真闭上明眸 陷入定境 法空一直保持温和平静的 脸庞慢慢沉塑下来 他目光转向大永天津方向 然后又转向大庙连寺的方向 时间与空间阻隔不了 他的目光 轻易地捕捉到了国师 本音正坐在皇宫的一座近视 本音一席名黄僧袍 苍老而高大的身体端坐于踏上 他的对面是一扇窗户 窗下是一轩暗 岸上有一精致寿炉 屡屡烟气从寿炉飘出 秒秒上升 法空的目光落在本音身上 驱寻了数圈 挪开了 落到不远处的大殿 阳光从琉璃殿顶照下来 照在殿内两人身上 皇帝曹景元与曹景淳正讨论一份奏折 皆神情激昂 言辞激烈 可以看到唾沫星子在阳光下飞溅 最终曹景元屈服 摇着头同意了曹景淳所说 将奏折扔到一边 兴致勃勃讨论起弦梦宗 目光挪开 离开天津城 到了城外庙连峰上 庙连峰其名是因为整座山峰乍看宛如一朵莲花 数座山峰林立 形成一个莲花瓣 每一座山峰街建有一片寺院 构成了一整片寺院建筑群 气势恢弘 靠近庙连峰 便可听到阵阵送惊声与木鱼声 佛法光辉笼罩 庙连峰上下 法空的目光在九座主寺院掠过 最终收回 重新归于国师本音身上 他双眼威名 隐约泛起金光 眼中所见便更多 本音和尚脑后一轮莲花 花近一米 皎洁如明月 正在慢慢绽放 他彻底绽放之后 再慢慢升缩和起 然后再绽放 再合起 循环往复 通过开合 吸纳天地精微之力 一次开合约须一刻钟 法空收回目光 双眼恢复正常 他暗自私存 本音和尚也是精通精神力量的高手 依其现在的精神力量 与青罗相仿佛 依照他这般精神力水准 会有一些玄妙感应 类似于神通的雏形 他能看得更远 能有趋及避凶的灵觉 会偶尔听到遥远处的声音 甚至偶尔会看到未来的模糊片段 这给人以无限希望 看似在修炼下去便会有神通 其实离神通十万八千里 近乎不可能练成神通 仅凭精神力量强横是练不成神通的 还需要身体的圆满 精神与身体合一 才能彻底圆满而有神通 单纯修炼精神虽然不会有神通 只能练得神通的雏形 这会会给人无限的希望 鼓励人们拼命练下去 法空想到这里 轻轻摇头 这是一条凶险的歧途 精神力无限增强下去 太容易失控 白莲寺便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法空想到这里摇摇头 本音大师的路有点凶险 身体已经开始衰老 变弱 而精神却在增强 精神与身体的差距越来越大 会让他身体衰老得更快 两者差距到达极限 便是走火入魔之时 这个时候 很可能会自然 从而给人以红化飞升的假象 恐怕大庙莲寺 有不少高僧都是这般 所以大庙莲寺能得信众们的崇拜 法空再次摇头 自己即使是揭破了这个 恐怕大庙莲寺的信众们 也不会相信 仍旧会坚信自己的判断 这是大庙莲寺数百年的积累所致 所以自己也没必要多说 站在时间的长河前 好像一切恩怨变得清淡 原本想试探一下本音大师的虚实 现在看却是没有必要 第776章开四 法空站在山巅 紫金袈裟飘飘 右手大拇指分别在右手四指地 直接处清点 开始掐算 依照本音大师的精神力增长速度 依照本音大师的衰老速度 寻找差距的极限所在 这涉及到庞大的推演 到后来 他双手一起掐算 相当于双线并开 双合计算 偶尔闭上眼 再或者睁开眼 双眼睛芒闪烁 视展神通辅佐推演掐算 一刻钟后 他戛然而止 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双手不动 紫金袈裟也凝固不动 一切都静止下来 他慢慢睁开眼 轻轻摇头 师兄 怎么了 宁珍珍的明眸正义 眨眨不眨的盯着他 充满好奇 法空笑笑 宁珍珍称道 师兄 说来听听嘛 捡得无聊 推算本音大师的寿命 法空道 宁珍珍道 国师应该是高寿的吧 他修为精深 苍老只是外相 据说大庙连似有其功 外相枯稿 看似老太隆忠 其实生机身脸不外泄 极大的延长寿远 法空摇头 宁珍珍宁嘴轻笑 待眉轻动 有眉飞色五之香 他活不多久了 一年 不会吧 宁珍珍师生道 法空道 如果我的推算没错 一年之内 便会洪化而去 本音大师的精神修为太强 如今的状态宛如燃烧寿源 只是他与自己不同 燃烧的只有本来的寿命 没有要师如来 没有虚空而降的寿源 精神迅猛增强 身体迅速衰老 两者差距的极限一道 便会自然 外相看起来便是红化而去 宁珍珍正然看着他 虽说本音和尚在未来令自己暴露 自己恨得牙根痒痒 所以听到本音和尚寿命不多 会不由的高兴 觉得痛快 可万万想不到 竟然只有一年 身为大勇国师 本音和尚只有一年的寿命了 法空道 其实已经安排得很妥当了 原德大师便是下一任的国师 而如今看 原德大师的修为虽差一些 名望却是够了 原德 宁珍珍醋眉 原德和尚确实是很厉害 先前施展浮魔龙音 威风凛凛 可是比起本音老和尚还是差得远 也不仅仅是因为修为差 还有一些别的无法言说的东西 总之觉得他还稚嫩 难当国师之刃 法空道 不在其位不谋其正 这些不是需要我们担心的 国师的更替对大勇来说 很重要 宁珍珍轻声道 既是危险 也是机会 法空微笑 什么机会 宁珍珍闪动名谋 轻声道 师兄 如果有人刺杀了原德和尚 或者废了原德和尚的修为 那么 法空道 他还是会成为国师 不管是朝廷 还是大庙 连四级纯王府 都需要他成为国师 众望所归 宁珍珍名谋闪动 法空道 师妹 这位原德大师 还是极厉害的 隐藏着厉害手段 宁珍珍轻轻点头 法空道 如果他出什么意外 整个大勇与大庙 连四都会不顾一切的反击 甚至比刺杀皇帝更严重 刺杀了大勇的皇帝 大勇皇帝还要忍着愤怒 只将愤怒倾泣于刺客身上 不过是派出纯王府高手 与原德大师几人追杀而已 而如果刺杀了原德大师 恐怕就不仅仅是追杀凶手 甚至会会殃及更广 疯狂报复 这关系到大勇的基本国策 原德大师一出意外 对整个武林的压制将削弱 到时候 大勇武林各宗爵不会乖乖的再服软 一定会趁机生事 大勇势必动乱 甚至会危及江山社稷 您真真道 大妙怜四弱了 难道不是师兄你的好机会吗 自己知道的 师兄一直在努力的发展信众 只是很隐蔽很克制 在大前还好 有大雪山为根基 顾忌的只有皇上 谨慎而扎实 一点一点扩张 而在大勇则极为克制 远比在大前克制 永空寺至今还没彻底开放 根本原本就是大妙怜寺 如果不是顾忌大妙怜寺的存在 大勇佛法如此昌盛 师兄早就明满天下 信众满天下 如果能废调原德和尚 大妙怜寺威严禁师 会有太多的人跳出来 无暇分心对付师兄 这岂不是难得的机会 法空缓缓道 这不是机会 是陷阱 别往里跳 行 您真真抛开了心思 既然师兄已然想到 自己就不用再操心 师兄 你说国师知不知道 他只有一年寿命了 应该知道 法空道 精神修为到了这般程度 对于自身的了解精细入微 可能没办法感觉到自己到底有多长寿命 但能隐隐感知到大线来临 如果他知道的话 既然命不久矣 会不会做出一番疯狂举动 会 那就不得不防了 例如呢 例如直接跑到大云 杀掉大云的皇帝 法空沉默 成了吗 您真真名谋一亮 一看法空的神情 您真真便知道自己猜测成真 国师还真疯狂一把 直接去刺杀大云皇帝 法空缓缓摇头 您真真面露失望 法空道 不过也让大云付出了惨痛代价 从而导致大云皇帝遇刺身亡 您真真顿时惊奇地道 大云皇帝真死了 如果俄不插手 如果未来没有变化 他恐怕就要死了 法空缓缓点头 自己不能断定未来一定会如何 因为自己便是最大的变数 稍微一点异常动作 就会形成蓝策的后果 很容易改变未来 刚才看到的未来 便与自己先前看到的不一样 只是几天的差别而已 这便是自己的威力 您真真道 师兄你要插手吗 法空沉吟不语 您真真越发好奇 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大云皇帝死了 大前与大勇的压力 顿时就会消去十之八九 新皇仓促上位 很可能会有内乱 那个时候 他自顾不暇 哪有力气对付大前与大勇 那个时候 正是大前与大勇最好的机会 趁虚而入 落井下石 好好收拾大云一番 灭掉不指望的 能把大云的实力削弱 一大截变算成功 形成奥妙的平衡 各自安好 法空摇头叹一口气 现在还难说 形势一直在变化的 您珍珍好奇 师兄 不让大云皇帝死 他死了 有可能更麻烦 法空道 您珍珍问 什么麻烦 说不清楚的麻烦 法空皱眉道 总之 我还看不真切 有可能大云皇帝一死 天下形势比不死更乱 我找时间好好看一看 需要极大消耗 您珍珍点点头 他隐隐知道一点天眼通 并不能是无据细看得清清楚楚 只是未来的片段 他忽然 抿嘴 奄然一笑 法空道 师妹笑什么 您珍珍笑道 师兄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感觉 很奇妙吧 法空微笑 如果没心没肺 确实是很痛快 可是如果有一点善心 那就会觉得是莫大的负担 您珍珍笑容收敛 慢慢点头 他知道法空的意思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可云与语都会伤害无辜之人 而且是很多无辜之人 换成自己的话 恐怕也不想伸手 比起改变的后果 因果纠缠 劫难重重 还是冷眼旁观 更轻松自在 所以不求师兄施展天眼通 是对的 每一次施展天眼通 都是对师兄的莫大负担 沾染因果 有可能导致劫难 金川城外 紫兆峰 紫兆峰的峰顶已然出现 一座寺院 广瓦红墙 琉璃房顶在清晨的明媚 阳光下闪烁着明亮光滑 紫兆寺的大雄宝殿 内有一尊佛像 慈眉善目 双眼微合 眉心处有一束筒 一派庄严气象 清晨时分 黄掩之与周寒虚 站在紫兆寺门外的台阶上 满脸的喜气洋洋 随着太阳升高 紧闭的寺院大门前 台阶下已经站满了人 个个都好奇地 打亮着紫兆寺 大门紧闭 是因为紫兆寺 还没正式地开寺 这座紫兆寺 是金川城内 诸多富升级平民百姓捐赠 因为银子充足 所以施工极快 银子充足 人手也充足 可以分成三班甚至四班轮流 日夜不停地施工 成就了这般奇迹的建筑速度 十天时间竟然将这紫兆寺落成 让金川城的人们探为官职 既然是自己捐赠的银子 听说要开寺 当然要过来看看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紫兆寺的模样 他们很多只是出了少量的银子 以为要建个一年半载 找个闲暇时间过来也不迟 万万没想到 十天便建成 便要开寺 黄眼之与周寒虚既是捐赠的发起者 在金川城内的地位也足够高 主持子赵寺的开寺仪式也没人质疑 人群里有一个子脸堂老者开口 沈生道 老黄 可惜法空神僧不能来 黄眼之呵呵笑道 老赵 你竟想好事 神僧已经云游四方 怎么可能回来 据说法空神僧有大神通 佛家不是有神族通吗 法空神僧想回来 随时就能回来的 老赵 法空神僧凭什么回来 黄眼之美好气得到 是你老赵讨神僧喜欢呢 还是大家伙都那么讨神僧喜欢 如果法空神僧回来就好了 众人纷纷点头 今天是紫赵寺的开寺之日 而紫赵寺便是为法空神僧所建 他不在 尾时差了点意思 周寒虚报权一礼 温生道 诸位 我们今天过来 是见证紫赵寺的开寺 至于法空神僧在不在 都不会有损我们对神僧的感激与敬仰 是 对 这没错 周老的话最在礼 周寒虚抬头看向天空 即时已到开寺吧 他看向黄眼之 黄眼之扫一眼周围 眼中露出失望神色 缓缓道开 四 第777章神迹 黄眼之嘴上说法空神僧不可能来 毕竟神僧已然云游而去 不会撒谎 可看到即将开寺 法空真没有来 他还是难掩失望 众人捐见这子赵寺固然是为了表达对法空神僧地感激 可也有凭这座子赵寺再见法空神僧的想法 便如驻潮于贱墓 有得今期无 自有奉来仪 可惜 现在看来 法空神僧果然没来啊 黄眼之心中暗自叹息 周寒虚自然明白自己老有的心思 看一眼他 微笑道 开寺 他转身将正亮的珠门缓缓推开 在推动的过程中 明月阳光下 珠门红漆闪闪放光 闪在众人眼中 开寺 众人轰然叫道 他们欢呼 有的人捐银子 是单纯的表达感激之意 因为自家的亲人或者自己觉触逢生 有的人捐银子 是表达崇拜之情 法空神僧名不虚传 佛咒神妙 有的人捐银子则是想要引来法空神僧 不管法空神僧来没来 子赵寺世建成了 那就有可能引来法空神僧 即使失望 也带着昂扬 大门洞开 人们纷纷踏入门内 排着队开始在大雄宝殿奉香 当头的大富贤贤老者 身形又矮又胖 相貌丑陋 但锦衣玉带 珠光宝器 便是这一次捐银子最多的傅永明 后面则是依照捐银子的多少 明明白白的依次排队 井然有序 这便是约定俗成的规矩 众人都在无形中遵守 至于谁捐了多少银子 则在外面有一十杯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永玄三年一月 经穿成众贤贤木法空神僧佛法神通 捐见子赵四与子赵峰 以谢大师以佛法普度众生 善男子傅永明 捐银十万两 善男子金赵新捐银一万两 一身紧袍玉带的傅永明步履蹒跚 动作迟缓 接过黄眼之地过来的香 来到大雄宝殿台阶下 将粗壮的三根檀香地到中含须跟前 中含须手举火烛 将三根檀香点燃 傅永明虔诚地将三根檀香举到头顶 拜了三拜 然后插入香炉中 再跪到香炉下的蒲团上 重重地扣了九个响头 咚咚作响 他跪在蒲团上 双掌和十一脸虔诚地盯着大雄宝殿内的佛像 嘴里喃喃低语 中含须语黄眼之对视一眼 暗自摇头 这个老妇 运气不好啊 当时他们散发回春咒的时候 老妇正在外面 没在金川城 错过了时辰 即使如此 他们还是给了老妇加一张回春咒 等老妇回来再用 老妇回来之后 法空神僧已然离开 即使错过了法空神僧的祈福大典 没能接引到回春咒至好绝症 可他供奉着回春咒福祉 每天要送九十九便回春咒 竟然也有灵验 所以老妇对法空神僧 当真是虔诚的厉害 堪为狂热 捐了那么多的银子 排在后面的队伍虽长 却没有催促傅永明的 大家都知道他的倒霉 只差了一步 完美的错过了法空神僧 错过了这一次的祈福大典 否则 现在的傅永明没了绝症 就不会只有一年可活了 傅可敌成 却只有一年可活 这般情形下的傅永明 形势可没原来那么的和缓 渐渐变得凌厉 人们能体会这种感觉 换成自己 也会发疯 傅永明闭上眼睛片刻 吃力的想要站起来 被钟含须伸手扶了一把才能站起 他安慰道 老妇 别急 神僧的回春咒福 指不是有效用吗 傅永明丑陋的脸庞挤出一丝苦笑 点点头 只是恨未能面误神僧 可能是我的命吧 他摇摇头 老夫也算是乐善好施了 难道是上辈子的债 他随即道 这佛像的容颜便是法空神僧吧 神四 钟含须轻轻点头 不能乱说的 免得给神僧惹麻烦 如果建成自己的模样 受众生供奉 这是有为佛法大义的 会受众松反对 人们敬的是佛祖 而不是某一个和尚 佛像建成自己模样 便是自比佛祖 这是狂妄 傅永明缓缓点头 我自然明白的 代额去看看其他地方吧 我们这子兆四主要便是大雄宝殿 是给大家伙一个表达感激敬仰之处 其他建筑 因为时间仓促 建得便有一些粗书 还要继续建的 我看看 那老傅你随便转转吧 好 你们忙吧 傅永明摆摆胖手 蹒跚着去往旁边的偏殿 然后是穿过一个院子 往藏金阁而去 藏金阁建得阔气 已经摆了满满当当的佛经 都是城内的信中文所捐 然后是住持的院子 住持院子见得却是极精致 已然见得完好 时间虽短 却毫不敷衍 反而下了很功夫 这是整个金川城重负身文 合力请来高明将师所致 一成之力 核心一触 效果是极惊人的 他细细的观桥 哪一触做得不够细致便记下来 待会要交代一番重新修改 他来到花浦跟前时停住 目光在一朵朵鲜花上去寻 来来去去 看着他们生机盎然 美丽灿烂 他昏浊的眼神露出惆怅 这般灿烂的绽放之后 马上便要枯萎 难道是间谁都没办法避免枯萎 自己从一个农家小子 一口气做到了金川城的首富 付出了多少的代价 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委屈 自己也曾辉煌过 也曾如这些鲜花一般一起风发 扬眉吐气 可是再多的银子 再富有谋略的脑袋 再多的美人 再多的子女 终究还是一场空 自己年少时太过拼命 把身子亏了 后来又补得太过 酿成了绝症 要食无效 也曾到天津去援请神医 甚至将整个大勇的神医都请到了 结果还是一样 要食无效 回天乏力 这事命 自己也要认命了 好好安排后世 自己这一家子人 一旦自己死了 恐怕守不住这些家财 需要分散开 让他们各有退路 免得被人一口吞掉 这其中 还要舍弃几个孩子 掩护几个孩子 给父家留下希望 这其中的抉择对心神是巨大的煎熬 可是这个时候法空神僧出现了 又给了自己无限的希望 尤其是送持回春咒的时候 通过扶指 能感受到温暖的力量流入自己身体 千疮百孔的身体竟然有一丝的和缓 这扶千疮百孔的身体 自己能清晰感受到生命力在迅速的流逝 坚持不了太久 可现在 竟然有温暖的生命力开始补充 虽然远远不如流失的速度 可是 这样已经能延缓自己的死亡 原本撑不过一年 有了这个 便有望撑过一年 撑得越久 自己能安排得越从容 也能给对手们一个意外惊喜 但如果法空神僧亲自出手 自己就有望恢复 如何才能请法空神僧亲自出手呢 这十万两银子便是诚意 自己已经派人出去 四处寻找神僧的足迹 一旦找到马上找过去 亲自求恳 希望大增 到了现在时候 比起性命与健康 银子可以舍弃 只要自己的头脑在 不愁没银子 可自己不在了 银子何在 他慢慢伸出胖手 矮粗的手指上各带了一枚玉戒指 每一枚戒指都迎光流转 是不可多得的宝玉 短胖手慢慢凑近一朵鲜花 这朵鲜花已经出现了枯黄的花瓣 只有一半发黄 剩下的油是鲜艳的 短胖手轻柔的摘下了那一半枯瓣 看着仍旧鲜亮的花朵 他丑陋的脸上露出笑容 架在此时 一道温暖的穷江当头交下 瞬间灌注到他身体 他神情茫然 恍惚 茫茫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是不是已经回到母亲的胎中 待清醒过来 他发现自己千疮百孔的身体 已然被修补完好 仿佛刹那之间回到了三十岁 找到了精壮的感觉 他抬头看向天空 寻找穷江落下的位置 天空隐约可见金色光芒 前院传来欢呼声 一阵又一阵 然后纷纷是多谢神僧 多谢神僧的呼喊 他的目光忽然被花圃所吸引 直勾勾看着花圃 但见花圃里所有的鲜花全部绽放 即使先前已经被自己摘去一半的鲜花 也重新恢复了盛开时的模样 百花齐放 争其斗艳 他心中充满了震撼 即使听人们说 当时的情形多么的神奇 满城所有持福之人 今无药而喻 可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耳朵听到的永远没有亲眼见到的有力量 自己的身体的异样 眼前满谱鲜花旗绽放的意象 给了他强烈的震撼 他迈着矫健的步伐来到大雄宝殿前 看到寺里已经挤满了人 人们已经不再排队 直接挤进来 人们纷纷跪倒在地 顾不得有没有蒲团 朝着大雄宝殿里的佛像叩拜 场面一时狂热之急 他艰难的穿过人群来到台阶上的黄眼之与周寒虚跟前 抱拳道老黄老周 神僧可来了 两人摇头 神僧没来 那 他指了指自己 又指了指跪倒在地的人们 为何会用回春咒救了我们 黄眼之与周寒虚朝大雄宝殿内的佛像指了指 只见佛像正散发着朦朦的金光 尤其眉心的树桶 格外的明亮两分 格外的吸引目光 周寒虚道 神僧已然在这佛像上加持了回春咒 一旦众生誓愿足够便可以激发这回春咒 此诏四范围内的一切有情众生接受回春咒 一个月一次 快看快看 有人在寺外惊呼 第778章堪破 傅永明没有理会这吆喝 问道 老黄 你怎知道地 神僧提前说了 黄眼之摇摇头 我也是刚刚知道 没有激发这回春咒之前我也不知道的 刚才回春咒一激发 我马上便明白了 老周你呢 周寒虚点头 一样 他看向微光闪烁的金身佛像 缓缓到 好像忽然间就领悟了凭空出现在我脑子里的 正是正是 黄眼之莽点头 快看快看 好美 壮灾 外面的吆喝声不断响起 狂热的人们渐渐清醒过来 闻声出四罐桥 随即响起更多的惊呼 黄眼之与周寒虚极富涌敏感了出去 紫照风漫山接花 各种各样的花盛开 从山顶绵绵铺陈开去 五彩缤纷遍及整个紫照风上上下下 美不胜收 这眼前的一幕是平常时候无法看到的 即使在春天或者夏天 百花齐放的时候 也不可能所有的鲜花一起绽放 即使是同一种的花 也是花期有别 有的今天绽放 有的明天 有的过几天 参差不齐 而像眼前这一幕 所有鲜花一起绽放 红的黄的白的粉的紫的各种各样 当真有迷人眼之笑 众人被眼前超越现实的一幕所震撼 嘴里只能发出无意识的惊呼赞叹 黄眼之周寒虚极富永明也被震惊 神乎其神 富永明感慨 不愧是法空神僧 黄眼之与周寒虚深深点头 法空副手站在金刚寺外院的住持小院里 目光扫向这边 满意的点点头 他身体忽然泛起一层金色 宛如迅速涂一层金漆 金漆被阳光照得有亮 金漆慢慢从粗粒变得细腻 然后慢慢钻进皮肤 他皮肤隐隐透明 隐约看得到金光透过肌肉 钻进了骨头里 骨头变成了金色 发出一闪一闪的金光 然后金光继续往里钻 钻进骨髓之中 然后慢慢地融入骨髓之中 金光全部融入骨髓之中 然后一切恢复如常 第六层圆满 便要踏入第七层 紫赵四的开四 令所需功德忠于具足 看来紫赵四的路子是走对了 不仅收获了庞大的信力 还收获了庞大的功德 而且是源源不断地吸纳 滚滚而入 法空面露笑容 看来自己的运气确实好 随缘救人 却有如今的巨大收获 找到了一条功德大道 六层圆满 身体强横之急 他猛一掌拍在自己胸口 胸口微微内线 皮肤竟然变得如水一般 毫无坚硬感 但将掌力分散开去 令其无法传入内部 法空觉得自己心念动了 不能算数 自己如今的境界高 一旦动念 身体马上变响应 这并不能检测最糟糕的情况 有时候偷袭的时候 自己可能反应不过来 虽然凭自己的感应 几乎不会有这样的事 可凡事总有例外 不能说根本不会有 金刚不坏神功要预防的 也是这类极端情形 诗 金光一闪 袖中飞出一剑刺中 他肩膀 却见肩膀金光闪了一下 见肩位置的皮肤忽然弹了一下 瞬间一凹再一凸 闪了金光 无声无息中 剑上的力量便被消弭掉 法空满意的点点头 即使有所防备 凭自己现在的剑法 一剑下去 几乎没有人能应接 金刚不坏神功却应接接住了 他副手夺了几步 散去兴奋之情 他摇摇头 可惜法宁师弟不在 这般喜事竟然无人可讲 走了几圈 散去兴奋 他重新思索功德之道 他转身回到屋内 取出一画幅来到十桌前打开 这是一幅精巧的地图 山川地形皆在图内 大前在北 大涌在东 大云在西 交界处或有一条茫茫银龙 或有一条绿龙 银龙乃大雪山山脉 绿龙则是光明峰山脉 他的目光在地图上流转 伸出手指 轻轻画动 找到大涌的金川城所在 然后往外延伸 脚院里宁静无比 法宁不在塔园 已然回金刚寺要谷 徐青罗他们离开之后 楚灵也不再过来 便留在凌空寺那边 陪皇后一起修行 父亲和依旧在放生池边看凌规 除此之外 只有圆灯他们四个在忙乎 为了徐青罗他们四个在 整个金刚寺外院好像少了很多人一样 变得空空荡荡 法空悠闲自如 并不在意 当初便是自己一人在要谷 天地之中的人与人 便是聚聚散散 分分合合 一直在一起惠逆 经常有分离 才更珍惜彼此在一起的日子 况且自己有神族通 天涯及咫尺 对于分离及空间的感觉 与一般人是不同的 他忽然转身看向墙根处 林飞扬从阴影里缓缓走出 和十一里住持 法空露出笑容 林飞扬不好意思的道 住持 原本打算当天返回的 有事耽搁了 法空笑着点头 林飞扬被他笑得更不好意思 轻壳一声道 住持 有点麻烦 说来听听 中位子他们还没到玉霞关 在半路上便杀了一个副手辈的儿子 而这个副手辈却是姓王爷的人 无 住持你知道了 不知 我盯着这个副手辈看了看 没发现他的破绽 林飞扬咒眉道 看起来确实是一个好官 好官 法空轻轻点头 这可不寻常 林飞扬道 正是 我也觉得 玉霞关那种地方 怎么可能有什么好官 玉霞关是编程 肯定困苦 在那里为将为官 如果不捞一点天门儿 几乎不可能 纯粹守着朝廷的俸禄过日子是不可能的 总不能既吃苦又没利益 法空道 姓王爷的人 林飞扬为难道 如果不是因为姓王爷 我直接就出手废了他 法空伸出手去 林飞扬从怀中掏出衣缕头发 法空接过来 双眼凝视衣缕头发 然后双眼变得深邃 蒙一层金光 目光破开重重时空的阻碍 看头发主人的虔诚往事 片刻后 法空双眼恢复如常 跟大云有勾结 已经被大云发展为密别 怎么可能 林飞扬一正 法空笑笑 神情淡然 有什么不可能的 因为是姓王爷的人 就不可能叛变 竟然投靠了大云 林飞扬难以置信 这可是副手辈 三把手 还是姓王爷的人 这也太离谱了 法空道 去禀报一生姓王爷吧 剩下的是你们就不必掺和了 是 林飞扬迟一下 忙答应下来 可是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被判大前 要知道他可是副手辈了 还有姓王爷 年纪也不大 前途远大啊 法空淡淡道 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被大云找出来了 于是便屈服了 如此而已 致命弱点 贪财 好色 溺爱儿子 法空淡淡道 他只有一个独子 而且夫人难产而亡 自此与儿子相应为命 他这关已经不小了 难道就没叙个闲 林飞扬还是觉得没办法理解 法空摇头 怕委屈了儿子 林中答应夫人要照顾好儿子 所以一直没叙闲 他真要爱儿子 怎会让儿子变成一个如此混蛋 天生坏种 管不住 而且也治不住儿子 法空摇头太一口气 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如果我有这样的儿子 一掌拍死 别去祸害别人 林飞扬哼道 你现在说的容易 是因为你还没有孩子 法空摇头道 将来你成了亲 有了孩子 就知道对孩子的无能为力了 不可能 林飞扬傲然 法空笑而不语 林飞扬道 大云捉了他的儿子 逼他屈服了 嗯 这也特容易了 林飞扬摇头 大云既然捉他儿子 也肯定捉手被与参江的儿子要挟了 是不是 他们没屈服 便放回来了 法空道 大云也不敢逼迫太甚的 否则就会互相报复 杀来杀去 家眷都会被杀光 两败俱伤 为各自朝廷做事 没这个必要 林飞扬更是好奇 他无法理解这种做法 如果捉住了对方儿子 逼对方屈服 对方不屈服 难道不直接杀掉 再捉一个来 怎么就直接放了 放弃了逼迫 简直莫名其妙 法空笑笑 君中很多事 有特别的规则 不能靠着想象去行事的 真是莫名其妙 林飞扬摇头感慨 朱妹子不知道能不能习惯 法空道 朱姑娘秀外会中 柔中带刚 能很快适应的 是啊 林飞扬叹口气 他觉得朱尼适应得很快 在玉霞观呆得很自在 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无措 朱尼毕竟是历练过的 而且也是神武府的司马 地位不同往常 这些小事能轻松自如处理 法空笑看他一眼 摇摇头 他明白林飞扬的复杂心思 朱尼外放之后 独挡一面 与在神武府内 与神经城内又不同 而且一辅之司马 麾下有听从号令的 不用太久 上位者当权者的气势已然凝成 林飞扬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两人相处之际 朱尼依旧如小鸟依人 可毕竟有了细微差别 两人亲力无间 他能感受得到 实在不知道说什么 既有新奇感 又有忐忑感 不安感 亲情很复杂 担忧时间久了 会不会变化更大 大的自己都觉得陌生不认得了 第779章洞彻 自己一直是住持帝侍从 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地位也不会变的 而朱妹子却不同 现在已然是神武府的司马 地位升了太多 如果在军中再立战功 恐怕会迅速升职 毕竟神武府与兵部是不同的 是直接隶属于皇帝 立了功就不愁不升官 这一点青罗根自己讲得清清楚楚 往后朱妹子再升官 难不成要做辅主 到那个时候自己还是侍从一个 无权无视 跟他相处的时候 能不能无视他更强的气势 不怕朱妹子变心 就怕自己变心 心思会变得敏感脆弱 会承受不住 法空对他的心思动若观火 笑道你呀 跟平时的你可不像 林飞扬是一个没心没肺 粗之大业之人 而且也全部理会外人的看法 可到了朱尼这里 就变了 住持 林飞扬挠挠后脑勺 我是不是也要闯一闯名声 你名声已经足够大了 好像配不上朱妹子了 你觉得有多大的名声 才能配得上他 法空越发觉得好笑 今往之中的男女 智商都不正常 有时候高的厉害 有时候低的超长 至少要听下闻明白 林飞扬道 让人一提到 马上便知道 法空道 就是为了配得上朱姑娘 如果我名气太小 恐怕别人都会嘲笑他有眼无珠 眼光差 嗯 有道理 林飞扬精神一阵 那额要闯出一番名声来 有一个成名的捷径 什么捷径 刺杀大云皇帝 住持 我没开玩笑 你这般一厢情愿 朱姑娘知道吗 法空道 别一味的指自己埋头想 多跟朱姑娘说说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顾虑 有什么不能说的 法空摇摇头道 我这个和尚 倒要点拨你男女之情 实在是荒谬 林飞扬黑黑笑道 住持你智慧如海 洞彻事情 我这点小事儿 当然一眼就能看透 他确实有醍醐灌顶之感 自己确实是应该先跟朱妹子说说 免得觉得应该这么做 他却觉得不该 他说不定就喜欢自己默默无闻呢 法空摆摆手 去吧去吧 跟姓王爷说一声 是 林飞扬一闪消失 果然如法空所料 姓王楚祥很快过来 有几天时间没见面 楚祥没什么变化 依旧一直在忙个不停 尤其是九门提督 原本想要卸去 结果没能卸掉 还是坚韧着九门提督 再加上神武府 两副重担在肩 不能得险 法空从秀中取出一卷轴递给他 王爷不敢相信 无法接受吧 我实在无法相信小猪会投敌 楚祥一屁股坐到石桌旁 接过法空递过来的茶盏 孤独孤独便是几口 紧锁着眉头 脸色阴郁 他看到法空递过来画轴 接过来 打开来 上面是一个相貌普通的青年 于是疑惑地看向法空 法空道 这是他的心腹 所有消息都是由他传到大云 你可以把他捉来问问 就已惊而处了 楚祥盯着这画上之人 脸色阴晴不定 法空摇头叹道 人心一变 王爷也不必伤心 愿只能愿命运不计吧 大丈夫难免欺步贤子不孝 唉 楚祥放下画轴 猛一拍膝盖 常常叹气 颓丧地低下头 法空道 王爷你觉得此事怨你 是我没能关照好他 楚祥用力抹一把脸 盯着茶盏 声音低沉 是我这个老上司无能 法空笑了笑 尽王爷这么想也难寻常 性情如此 总喜欢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所以就是天生的劳碌命 不能得闲 楚祥抬头看向他 法空道 王爷不必自责 路终究是自己选的 他心目中 当然是儿子重于一切 重于王爷你 王爷心软 不想处置他 楚祥又用力抹一把脸 冷冷道 我会亲自派神武府的人过去 我要当面问他 法空道 王爷辛苦 小心大于灭口 这是自然 楚祥审声道 大师 玉霞关除了小猪 还有别的大云密碟吗 法空笑而不语 楚祥皱眉 要不然 大师帮忙全部点出来吧 免得真被人家里应外合破关 那就生灵涂炭 有无数百姓亡死 法空道 王爷 我应该把十二关的密碟都点出来 也把朝廷里的密碟都点出来 这样能救人无数 可谓是功德无量 楚祥不好意思的道 我这要求是过分了 那我不说了 先走先走 他有点狼狈的站起身就走 知道法空大师奉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不多管闲事 自己这一次是提出了过分的要求 法空微笑何时 律医司也不是吃闲饭的 自有他们辛苦 我就不多管闲事了 对对 楚祥忙点头 一溜烟不见了 法空笑着摇头 他没有点出所有大云密碟 真要如此 大云会不顾一切的刺杀自己 而不是现在这般想着怀柔 想拉拢自己了 大云实力惊人 尤其是镇龙渊里的高手 真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不能因为自己踏入了第六层圆满 金刚不坏神功即将踏入第七层变 肆无忌惮 该谨慎还是要谨慎的 越是到后来 越是要谨慎 免得阴公里翻船 夕阳西下 法空出现在永空寺 他往往是下午来永空寺看看 坐一会儿 看看贤淑 然后离开 不会待到夕阳西下 今天却偏偏到了太阳落山时也没走 永空寺的灯笼已然点亮 整个天金华灯出上 赌赌 金青两道敲门声忽然响起 法空扬声道 请进吧 原德大师 本城大师 大门外的原德与本城和尚对视一眼 法空果然是在寺里等候 这便是真正的神通啊 知永空寺的大门被缓缓推开 两人缓步踏入寺内 看到法空正站在大雄宝殿跟前 双掌和时微笑看着自己 本城大师 原德大师 法空和时道 恭喜了 又斩一魔头 阿弥陀佛 本城和尚素然和时一礼 原德和尚道 法空大师 有劳 法空笑道 进去说话 三人来到住持小院 坐到石桌边 石桌上已然砌好了三盏白瓷 皆盏青措 不冷不热 温度恰到好处 法空在本城和尚与原德和尚踏入凌空寺之际 便充分调动其小夕天极乐世界的玄妙 两人踏入凌空寺之际 便在无秘密 他们遮蔽自身的心法与宝物 在小夕天极乐世界跟前皆无作用 内外皆被他看得清清楚楚 法空暗自点头 总算没有白费一番心思 终于让本城和尚来到了永空寺 可以知晓本城和尚练成叶刀之秘 喝了两口茶 他双手结印 清心咒已然落下 一口气三道清心咒 本城和尚闭上双眼一动不动 原德和尚则盯着他 不放过他的一丝细微表情 法空松开手印 也在观察本城和尚的变化 尤其是精神的变化 本城和尚沸腾的精神被清心咒一交 顿时平息下来 恢复了平静无波 法空感受到的却是冷漠 正常情况下 清心咒之下 心神会宁静而祥和 精神侵略如尽在冷泉中 四为灵动而迅捷 心湖却波澜不惊 而本城和尚却是枯冷 这很不对劲 阿弥陀佛 本城和尚睁开眼 和十一里 原德和尚紧盯着他双眼 看到他双眼开合之际 顾盼之际的眼神是冷光森然 他不由的一领 扭头看向法空 法空缓缓点头 确实不太对 大师可有破解之法 贵寺可有降伏心魔之法 有 但并未见效 原德和尚摇头 尚且还不如清心咒 法空道 施展完清心咒之后 再送持这种佛经 效果应该更加 事实无妨 也好 原德和尚觉得可以一世 经心咒之后 施书变得平静 不复先前的躁动难安 这个时候送持佛魔经 事半功倍 本成和尚直接闭上眼睛 开始送持佛经 法空与原德和尚起身离开 两人来到大雄宝殿跟前 站在台阶下 原德和尚上了一炷香 神情肃然 法空却已然知道 原德和尚的心思 原德和尚看似平静 其实内心在挣扎 到底要不要开口请自己帮忙 不开口却有莫大的希望 开口却又是风险极大 所以纠结犹豫 他平时是果决性情 面临生死也毫不犹豫 迅速决断 可这一次的事却让他优柔寡断 法空装作不知道 定睛看向大雄宝殿的佛像 大师 原德和尚打破了宁静 开口说话 法空看过去 原德和尚道 大师可知这一次对皇上的刺杀 法空沉吟一下 点头 大师果然是知道的 知道与不知道 又有什么区别呢 法空笑了笑 大师为何不提醒一下皇上 提醒皇上 法空摇头 大师佛法精深 应该知道事事如网 轻轻扯起一脚 整张网接动 网上的一切都会有变化 原德和尚缓缓点头 他当然是明白的 法空道 我常常告诫自己 不要乱扯洞返网 免得因果牵扯太大 惹火烧身 尤其是皇上刺杀 且有惊无险 原德和尚道 如果皇上真会遇险 大师会提醒的吧 法空微笑不语 第七百八十章始练 原德和尚一看他神情 便知道自己想得太美 法空未必会提醒 他摇摇头 惋惜地看着法空 法空微笑回望 与原德和尚这般近的距离 更能体会到他的俊朗 扑面而来 周身好像放光 法空胆楷 这一副好皮囊 可是红法的利器 巨大的先天优势 原德和尚道 大师 这可是积累功德的捷径 大师竟然弃而不用 在他想来 皇上遇此身亡 一定会掀起血与腥风 到时候倒霉的还是百姓 法空看到皇上危险 指点一下 救了皇上便是救了无数黎民百姓 那便是功德无量 这样的好事 竟然舍弃 法空难道真有这么傻 功德是每一个和尚所追求的 大庙连四众僧的任务之一便是弘法 以普度众生 令众生解脱烦恼 法空身为佛门高僧 神僧 怎能不追求功德 那他在金川城为何要如此大张旗鼓 法空道 大师对因果律还缺乏足够的敬畏 有因必有果 今日之因 导致明日之果 一个微不足道的改变 可能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就人焉之不施害人 无 原德和尚陈寅 他佛法精深 仰气的功夫更深 对于反驳往往不会下意识的否定于本能的讨厌 反而会虚心听取 仔细思考 法空这句话让他陷入了沉思 看着他这般模样 法空暗自点头 果然是资质绝顶 堪为国师 不仅仅是悟性还有心性 都不是一般人可及 法空的目光挪开 无视墙壁的阻隔 落到正在送持佛经的本成和尚身上 本成和尚正在送持的佛经 他并不识得 显然是大庙连寺内所传的内经或者是秘经 他在脑海里试着送持一番 确实有清新名神之效 洗涤心灵 不过需要对佛法的理解 及对佛祖的信心 中为一切变得安静 仿佛一切都停滞下来 清风吹拂着墙角下的清竹 清竹轻轻摇晃 法空在脑海里一直观察本成和尚 他的躁动 他的心法流转 还有他的诸多念头皆依依呈现在法空的脑海 一刻钟后 原德和尚结束了沉思 双眼抑郁 神情振奋 他何时对法空一礼 多谢大师 法空微笑何时 恭喜大师 身为和尚 与高僧说话 很容易有所触动 有所领悟 从而令佛法尽异 简然自己的一番因果论 让原德和尚有所领悟 从而修为更近一步 到了大宗师的后期 对世间的领悟深浅极关键 越到后来 越需要足够智慧 金刚寺的波热成才是光明大道 只是当初金刚寺的波热成绝传也非无音 波热成的门槛太高 金刚寺弟子本身的门槛就高 波热成是更高 世间罕有人急 也就如原德和尚这般人物才行 当初的自己都不成 原德和尚看着法空 感慨万千 自己确实差法空太多 不论是佛法还是修为 都不是一个层次的 法空甚至要胜师父一筹 他想到这里 决心已定 缓缓道 大师 法空忽然打断他 本城大师那边好了 我们过去看看吧 原德和尚看向他 法空微笑看着他 走吧 请 原德和尚露出失望 伸出手去肃请 他已然明白 法空是故意打断自己的话 法空已然举步而行 他只能跟上 来到本城和尚跟前 本城和尚慢慢睁开眼 他神情平静祥和 师叔 如何 甚好 大师 原德和尚看向法空 法空凝视本城和尚 双手结印 又一道清心咒落下 本城和尚神情平静无波 对于清心咒仿佛毫无感觉 没有一样 原德和尚看看他 又看向法空 法空皱眉 大师 还是不对 嗯 不太对 大师可有办法 原德和尚问 叶刀之威 自己已然见识过 当真是惊人之急 师叔修为不如自己 所修武功更不如自己 可恋成叶刀之后 自己绝非对手 甚至挡不住一刀 天下间能挡住一刀的 恐怕寥寥无几 甚至法空大师也未必 能挡得住一刀 即使能挡得住一刀 也挡不住三刀 最强也不可能挡得住十刀的 这便是叶刀 也难怪本城师叔不肯舍弃 冒着走火入魔的风险 也要修炼 尾时威力太强 换成自己 恐怕也会冒此风险 只可惜 练成叶刀靠的不仅仅是天赋与努力 还有足够的机缘 机缘不到 强修不成 此在叶刀之下的俊杰不知有多少 他们都仗着自己自治好 或者意志坚定 觉得别人练不成 自己却能练成 法空左掌结印 右掌竖起 一道白光从右掌射出 落到本城河上额头 一缕缕黑气从他光光的秃头飘出来 好像是一根根头发 鸟鸟声高 随着白光更亮 这些黑细丝渐渐融化消失于空中 法空轻轻点头 阿弥陀佛 本城河上忽然河时 朝法空宣一声佛号 他冷漠脸色变得温和 明明脸上肌肉毫无变化 可神情就是不同了 阿弥陀佛 原得河上露出笑容 看到这里 便知道终于解决了 叶刀之患确实有办法解决 分别施展清新咒与大光明咒辨识 诗书 如何 甚好 本城河上露出笑容 看向法空 看来要一直劳烦大师 终于确定 凭自己终究是没办法消除隐患的 要一直劳烦法空大师施展大光明咒才行 法空微笑 通过刚才的煞愿之气 自己对叶刀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对修炼叶刀有了更清晰把握 这也是让本城河上吉原得河上彻底死心 他们凭大妙连寺的佛法之威 集合众僧之力 和诵清新咒 隐约能达到清新咒一成的威力 毕竟本城河上也是佛法精深之辈 对清新咒感应极强 内相清晰 这是近百年之苦功 可他们也发现 只有清新咒并不能清除 所以想让法空帮忙找到办法 如果找到了办法 那便不必再劳烦法空 每次杀人之后 本城河上只需回大妙连寺 聆听清新咒即可 吃书要一直麻烦大师你了 原得河上陈寅道 永空寺这么一直空着 也不是办法 不如请金刚寺的几位高僧过来帮忙吧 法空微笑 是该请几位师兄师弟帮忙 他一直没找金刚寺的人过来 是有顾虑 不是怕大妙连寺的人出手 大妙连寺有所顾忌 不会乱出手 而是怕一些信众胡来 大妙连寺的很多信众不乏武林各宗高手 他们会觉得金刚寺乃大前的宗门 还是大雪山宗的 心仇就恨涌上来 可不会管大前与大勇现在结成联盟 只有自己的仇恨 会偷偷刺杀 对付这些人 不得已时也得杀掉 然后会引来更多的报酬 再杀掉 烦不胜烦 还不如自己一人在此 如今元德和尚彻底死心 知道终究要靠法空帮忙 于是便投桃报李 开口答应让金刚寺僧人来此 那便相当于一个保证 从此之后 金刚寺高僧便可以放心大胆地过来 不怕有人连续不断地刺杀 法空对元德和尚的机敏颇为赞叹 笑道 你们也可以试着极权四肢力送持大光明咒看看 钻了 元德和尚微笑 他一听便知道 先前的举动没能瞒得住法空 实在听不出法空这话是真是假 语气很诚恳 又像是带着三分计较 师兄 门外忽然响起一声清朗声音 法空微笑道 法务师弟 我们在住持院 脚步声中 六个灰袍和尚缓步而来 进入到了小院中 除了法务年轻 剩下的都是中年和尚 他们神威灵灵 风尘仆仆 法空和十一里 法务六人和十一里 他随即冲元德和尚微笑和时 见过元德大师 元德和尚面露微笑 原来是法务大师 好久不见 风采更甚往昔 彼此彼此 法务皮笑肉不笑 两人可是劳对手了 当初法务差点而被元德和尚所杀 而且当初法务还废掉了一条胳膊 两人都表现出了极好的氧气功夫 不动声色 法空笑道 法务师弟 今天之后 永空四便交给你打理 额就偶尔过来看看 好 法务道 元德和尚微笑看着法空 不愧是大师 事事如其 大师早就看出每一步来 佩服 法空笑道 小伎俩而已 非是大道 不过巧的是 法务师弟也在练夜刀 我 元德和尚亚人看向法务 随即郑重说道 法务大师还是三思 夜刀太过凶险 有太多阴结夭折于此 多谢元德大师关心 我会小心 法务淡淡微笑 元德和尚笑道 那便助法务大师修炼有成 多谢大师 法务微笑 他觉得自己能绷住了 确实不容易 如果不是法空师兄提前说过 乍碰上元德和尚 肯定忍不住动手 他实在太想把元德和尚收拾了 元德和尚何时 然后对法空笑道 大师 那我们便先行告辞 以后再登门 法空从怀中取出一幅画轴 递给本城和尚 大师 这是下一位 本城和尚郑重接过来 看着两人离开 身影渐渐消失于大街的人群中 周围人们纷纷见礼 法务站在法空身边 审声道 师兄 他果然炼成了夜刀 法空道 师弟你不该炼夜刀的 法务先前一直在闭关 出关的时候 已经开始练了夜刀 到早要做